这些难门的悲惨遭遇 令人痛心和愤慨 两条鲜活的生命 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更加令人痛心的是 你提到的报道 恐怕只是立陶宛 侵犯人权问题的冰山一角 根据有关报道 立陶宛监狱看守 蓄虑虐求和滥用暴力 立陶宛历史上 发生过犹太人大扑杀 如今种族主义问题 仍然十分严重 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遭受严重歧视 就医出行等权力 遭剥夺和侵犯 立陶宛儿童权力 也受到严重侵犯 立陶宛儿童权益 保障热线 回复率极低 孤儿院数量不足以容纳 现有孤儿 有关国际组织报告显示 立陶宛20%以上 从事色情行业的 是未成年人 立陶宛在人权领域 劣迹斑斑 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和国际人权法 有关条款 立方应做出深刻反省 给国际社会 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